田老师 这把的话阵容是飞行家 佣兵拉拉队员跟调香师 蛮不错的这个阵容 调香师 我昨天晚上 昨天不是没有直播吗 昨天晚上我在看谁直播呢 我在看无心直播 无心在那边分析 调香师打博士有手就行 就他们这些厉害的求生者 对于调香师的判断 打博士就是有手就行 就博士拿调香师 确实有点没招 有点没招 这把对于权者来讲 因为这几个人都有不错的牵制能力 所以说博士前期想要去 起一个快速击倒节奏还是蛮难的 他可能第一轮击倒 得挖个正常一般博士击倒呢 四五十秒钟 他有的时候快的话 可能三十秒就击倒了 但这把的话可能要到一分钟 分一下这边的话 第二个喷射背包 看一下怎么交 没有能砍到 完了呀 这都不是 怎么一分钟了 这外面的机子第一台都要跳掉了 让我想一想 那这样的话 因为是这样子啊 就现在的话 博士的一个打法一定是针对这个飞行家打 一般来说呢 接到比较快 然后是顶出去往外打 然后传送回来 针对飞行家 而这把的话呢 他 他有一个点是什么 他顶出去的时候 外面的机子都跳的差不多了 他直接选择奔放型打法 传出来 田老师 这波传出来 属于是富贵险中球 破斧成周式打法 两轮中击 刚好压一瓶香水 漂亮 可以 然后这边一刀破板以后 看一个冲刺 有没有机会 这一波如果说能够真正的击倒这个田老师 然后回头去针对这个飞行家 你别说 好像打出了一个机会点 打出了一个缺口 田老师这边贴边走 压你位置 压你位置 飞行家起来了 飞行家起来 这边田老师在看位置 算了 不管飞行家了 这把田老师打的是一个非常规的博士打法 这个打法 他属于是那种奔放型打法 我们可以参考谁 我们经常观察的团长 团长就是这么打的 但这种打法是属于什么 他跟画画一样 就我小时候不是学艺术学画画的 我的画画风格就比较的奔放 但是老师给我讲一点 就是你放得开 你收不收的回来 他这个打的奔放 就是你现在广洒网 雨露金斩往外打 你到时候收不回来 每个人可能都倒过一次 开门战四个人都倒过一次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现在对于博士来讲呢 正常来说 这个局 以我的一个判断和经验 这个局是四人开门战争多跑 就不知道田老师待会怎么给我上一课 能够把这个局面给打成一个宝瓶或者真胜 现在来讲是比较难的 现在来讲比较难的 因为博士的击倒击倒的一个机制太慢了 你就这边真的把这个飞行家给倒了 怎么地呢 我飞行家倒了 我二倒 我佣兵手里还有个薄命 我薄命还能再拖一轮时间 外面的密码机差多少呢 两台机子都只差了百分之十几 你守不守这个飞行家 你守飞行家 你密码机没 你守密码机 这飞行家 跑了 而且还能去翻箱子 翻道具 就看最后一波了 他这里的话 机倒调降师是一个什么呢 开门战 飞行家 一个倒地没 调降师 一个倒地没 哎呦 还一个飞轮的 机子 重击 没有 调降师 哎呀 能击倒波 能击倒波 这调降师 96 倒 机子 亮 跳砍 哎呦 我去 哎呦 可以可以 还行 传哪边 他这边是 手里面冲刺 还有两下 先拉冲刺 过来排 然后传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 拉拉队员这边贴门 拉拉队员有自起 没有倒过地 你击倒我 我还能交自起 另一边的佣兵门能开 这个时候 拉拉队员如果冲地窖 感觉 穷者 三跑的可能性还是 佣兵手里还有个薄命啊 注意啊 佣兵手里还有个薄命 这边田老师往前 看了一眼 有没有可能 回头打 田老师待会 你要真爬地窖 我这边地窖一换 一封 他过来我就封了 但是因为有一个薄命 求生纸边 你说真要打 我觉得也能 试一试 你不见了 我纮好 或许 两个人 还真有 嗯 你们 i 腹 都